因為在什麼發生 你也是要先保護自己的家人 對啊 不然讓自己居然受到障礙 勒死小偷 永夫不後悔 為了保護懷孕八個月的妻子 徒手制服小偷的永夫何伯漢 因小偷送醫不治 吃上過失致死罪 以五萬元交保 我剛開始就不知道發生什麼 我以為我先生就是他在 廁所裡面打醫 然後想說他怎麼打那麼久 而且還一直弄到髒髮 所以我才闖出 通常跑去廁所門口看 看到一個不認識的那時候 我還反應不過還會很好 我以為是我先生的朋友 剛好過來 然後跟他開玩笑在廁所 你那時候應該嚇得又死啊 我真的整個人 他要衝出來 我就超怕 壓制他在這邊壓制了多久時間 壓制到警察來 這樣有10分鐘左右嗎 其實這也沒有 沒有 因為警察應該很快就來了 7分鐘也沒得到 其實在這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久 夫妻倆決定先從租屋處搬走 好好迎接小生命 並勇於面對司法 動新聞台北報導 自信證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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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事實在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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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那こ會出的